为太平博弈之源 荣贵近方之月 无可奈何之日 仅以群花之润 冰角之湖 倾方之泉 丰禄之名 乃之寄予 把地宫中 腹丝秋叶 芙蓉女儿之妾 妾思女儿自灵卓氏 其今凡时有路载 其先知相及幸事 燕轮 而莫能靠着久矣 而欲得欲 今枕之沐之间 仅五年八月有期 其为止 则今语不足 与其贵 其为神 则星日不足 与其境 其为性 则冰雪不足 与其结 数料纠针 五其高 英智 凡早浮浊 既囤幽 沉鱼不紧 富汗网 趋予无穷 旷那今天数捷 都第四世孤情有梦 空是无人 童节云岸 方魂欲倩迎童笑 自为洪霜杖 公子轻生 是心黄图隆重 女儿命不 这一脸 这一脸意思缺好 只是红霄杖里 未免熟烂些 咱们如今 都系 狭隐纱湖的窗戈 何不说 欠纱窗下 公子多情 我愿行将公子 女儿改去 末若改作 浅沙庄下 我本无缘 黄图隆重 千鹅不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公子 可望前面 公子 法姑娘来了 姨娘 才听你嫂子说你搬出去的事 我就知道你这孩子 因前日搜园子的事你多心了 那园不干你的事 是园子里的遗众下人 太缺管教 无法无天 如今我已经处置了 你也不必再有疑虑 仍旧搬进来住吧 我原是要早出去的 只是姨娘有许多的大事 所以不便来说 可巧前日妈又不好了 家里两个靠的女人也病着 所以我趁便出去了 今日姨娘既已知道 我正好明讲出情理来 就从今日辞了好搬东西的 你太固执了 正紧搬进来为事 休为没要紧的事 反疏远的亲戚 我并没为什么事才出去的 我为的是 妈进来的神思比先大减 而且夜间晚上没有得靠的人 通共指我一个 二则 我哥哥眼看就要娶嫂子了 多少针线活计 并家里一切动用的器皿 尚有味齐备的 我也需得帮着妈去料理料理 姨娘是知道我们家的事 不是我撒谎 如今彼此都大了 也彼此皆有事 旷姨娘这边 历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 那园子也太大 一时照顾不全 唯有少几个人 也可以少操些心 所以今日不但我执意辞去 我还要劝姨娘 如今能捡些的就捡些 也不畏失了大家的体统 我也无可回答 只好随你的便罢了 前几日听人说 你把二丫头接出去了 是给人相看 是老爷选的 大同的孙家 据说早年是咱们家的门生 也算是世交 门第虽然比不上咱们家 但看人才还是好的 这个孙家我是知道的 世袭的武官 他们家祖上 就是胆上生毛的货 当年也是因为犯混 闯了祸 才投到咱们家门下的 母亲 难得金与人齐 那就月姓再摆几副碗筷 让你老爷太太们 都坐下 一起吃吧 不必了 六这片刻 我还要去见人呢 今儿过来 是来跟母亲说说二丫头的事情 我听你媳妇说了 是说了大同孙是吗 是 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 现席指挥之职 此人名唤孙少祖 我前日已经见过 生得相貌魁梧 体格健壮 公骂贤熟 人也机灵 我问过了 还没有娶妻 便想把盈丫头许给她 今儿是特来请老太太主义的 知道了 她家当年也是因为犯混闯了祸 才投到咱们家的 你是她父亲 这事儿 你做主便吧 当年 她也不过是 习母容宁之士 也并非 失礼民族之一 听说 那孙少主 风品不佳 是不是在缓缓 等打听清楚了以后 再下定也不迟 我也不指望做国账 就不劳二弟费心了 老太太 老太太 你尝尝这个菜 老太太 粥凉了 儿子告辞 儿子告辞 可不得了 儿子告辞 可不得了 乃信口 吟成一歌 池塘一夜 秋风冷 吹散之火 红月影 鸟花灵夜 不胜愁 重路凡霜 鸭仙梗 不闻永咒 敲几声 燕一点点 乌气瓶 古人惜别 连朋友 旷我今当 守族情